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六种面向的人人缘而差 一 肩猴下巴 颧骨过高突露骨 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为人处事的态度 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能力和争斗之心 如果一个人的颧骨长得肩耸露骨 下巴长得肩虚如猴的话 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自私 虽然沟通和交流能力比较强 但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说话做事有时候不太注意方式和方法 性格还比较强势 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特别爱表现 此话说过犹不及 所以特别容易得罪人 容易被别人孤立 即使取得一些成就 也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和幸福 人缘非常差 鼻子在面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和自尊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和享受欲 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福气和财气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小 下巴和鼻子长得尖细的话 这种人一般非常自私 而且品行不端 特别爱算计 把别人当傻子忽悠 做起事来也是好高骛远 非常滑头 总想着投机取巧占别人便宜 自己却一点亏也吃不得 嫉妒心还非常强 喜欢在背后挑拨别人的关系 能言善道 嘴巴上从来不会吃亏 属于典型的得理不饶人的主 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是只知道索取 却不愿意付出 人缘非常差 容易陷入到孤贫之中 眉眼杂乱 人中广厚 眉毛是面部最能表达一个人喜怒哀乐的无关 在面相学中称为兄弟公 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气和人际关系 而人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优劣和健康运势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杂乱不堪 但人中却长得较为寡厚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急躁 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耐心 少有不如意就会大发雷霆 而且特别爱面子 属于死不认错的类型 为人也比较冷漠寡情 对于他人死活毫不关心 但报复心极重 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他们的话 容易心生怨恨 刺激报复 一定要静而远之 所谓的狐眉眼 指的是眼睛长得和如狐狸一般 眼头勾圆 眼尾上扬 且眼珠向外突露明显 若是再加上眼睛部位的鱼尾纹 长得杂乱交错的话 这种人大多缺乏爱心和包容心 凡是喜欢斤斤计较 男人有此相缺乏风度 女人有此相没同情心 只顾自己享受和快活 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还喜欢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 当别人遇到困难时 只会冷眼旁观 不帮助就算了 甚至还会落井下石 人缘极差 当自己遇到困难时 自然也没人愿意出手帮助他们 5.斗鸡眼 斗鸡眼很好辨认 指的是两个眼珠习惯于往鼻梁方向看 这种面相的人一般心胸非常狭窄 凡是喜欢计较 而且性格比较倔拗 常常与人作对 喜欢与人对着干 这种人一般比较自我 做事主观性很强 从来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全凭自己高兴 而且性格急躁 为人喜欢自以为是 常常摆出一副自己很厉害的样子 喜欢与人针锋相对 但是在金钱方面 却又非常小气和吝啬 6.印堂狭窄 印堂宽窄决定了一个人的度量大小 如果一个人印堂比较狭窄的话 这种人往往心胸比较狭窄 凡是喜欢与人斤斤计较 非常自私和小气 看待问题时目光短浅 只顾眼前的迎头小利 而且非常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从来都是对的 但是在与人交往时 却非常喜欢唠叨 做事总是婆婆妈妈 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而说个不贴 为人吝啬小气 几乎没什么朋友 2.七种面相的人 人缘好 1.眼睛黑白分明的人 眼睛没心灵的窗户 眼睛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世界 如果一个人眼睛黑白分明的话 这种人一般非常聪明 内心比较正直 能够明辨是非 有着很强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情商和智商都比较高 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 性格比较温和 心思比较细腻 懂得照顾别人感受 能够与人和谐相处 人缘非常好 也比较招人待见 最适合交朋友 2.额头饱满的人 额头代表了一个人的智商和贵人运 如果一个人额头比较饱满的话 这种人一般比较聪明 智商比较高 并且心胸开阔 为人积极乐观 非常有上进心 即使遇到困难和挫折 也能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去面对 并且为人非常热心 非常乐于助人 所以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常有贵人相助 人缘非常好 为典型的大富大贵之相 3.嘴角上扬的人 嘴巴代表了一个人 对外界人际关系的态度 以及一个人的感情饱厚 如果一个人的嘴角下垂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消极和悲观 负能量较重 而如果一个人嘴角上扬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开朗和乐观 情商比较高 性格温和 与谁都能相处得很好 身上满满的正能量 并且性格爽朗 待人真诚 也很会说话 非常招人喜欢 4.印堂开阔的人 印堂位于两眉之间 又称命宫 代表了一个人的心胸和度量 如果一个人印堂比较狭窄的话 这种人一般度量非常小 眉人小度鸡常 喜欢计较 并且内心阴暗 喜欢算计 非常不招人待见 但是相反 如果一个人的印堂比较开阔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开朗 心胸开阔 慷慨大方 为人非常和善 所以人缘极好 非常招人喜欢 别人都愿意与这种人打交道 5.笔梁端正的人 在面相学中 笔梁即人品 笔梁不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好坏 而且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 如果一个人的笔梁比较端正 笔头圆润 有肉的话 这种人一般心胸开阔 度量比较大 并且内心正直和善良 富有正义感 做事有着很强的原则性 包容心极强 善于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并且有着很广的兴趣爱好 所以人缘很好 有很多的朋友 6.额头饱满光洁 从面相来看 额头人之神灯所在 代表人的家庭出身和早年运程 需命工官路工之所在 掌管人的基本命运和事业官路 以及个人的头脑和智慧 额头生的光洁明润 饱满不塌险 没有遏制与乱闻的人 无论宽窄 都有较好的家庭出身 天生丈人喜欢 人缘好 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帮助他的人 7.弯月眉 眉毛和眼睛 是一个人面貌的画龙点睛之处 眉毛的好坏 通常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情好坏 眉毛生得清秀弯长 没有腻毛 像弯弯的月亮一样 俗称弯月眉 这样的人通常性情综合 善解人意 心境开朗 待人亲切 因此人缘很好 而且特别得异性的喜欢 有异性贵人缘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 有的人第一眼看上去 就不想与他相处 但有的人却非常招人喜欢 如果你身边没什么朋友 或者常被人讨厌 那么一定要多多改善自己的风水 这样才能化解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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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